帕普大国民请听蔡师平 好 欢迎回到帕普大国民 六点到七点钟第二阶段的节目 今天六点钟 我们为各位请来的一位朋友 很年轻 他还是大学生 可是他所关心的议题 却是我们台湾这个社会 这几十年来 大家很多人都很关心 因为它可能涉及到人权的问题 但是更重要一点是 对这些新移工的 外籍移工的这些朋友们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看待他们 今天我们很开心 跟各位介绍到一位新生代 很年轻的朋友 他却从他的人生的选择上 他在他的念书的过程当中 他选择了这个议题 作为他关心的一个主题 他就是政大民族学系的学生 江婉琪 婉琪你好 你好 婉琪是大三的学生 他念的是政大民族学系 利用这机会 政大民族学系 他是念研究哪一方面 就是民族学系的话 大家可以跟人类学系 稍微相关联一下 就是民族学系 他其实读的也是文化 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 OK 不同族群的文化 你当初为什么选择这个科系 因为我之前其实不是在政大的民族学系 我之前是念四星广电的电影组 然后那个时候在念四星的时候 因为就已经接触到移工议题 所以我后来觉得自己的兴趣 好像慢慢的转变到人类学 或者是对文化有关的兴趣 所以后来就决定转学到政大民族系 哇哦 这很有心耶 念电影不是很夯吗 相对来说念民族学 他我的意思就是说 不是他不是不重要 而是大家的感觉上就没有那么样夯了 对不对 好 他算不算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冷门的领域 是 就是比如说政大民族系的话 在政大其实也是一个 人家会把它当做跳板的科系 就是他比较冷门 可是政大民族系算很久的 他以前其实叫做编政学系 对对对 早期叫编政学系 政大是党校嘛 早期他是一个党校 对对对 然后以前政大要想要反攻大陆的时候 编政学系就当为一个指点 可是现在转型为民族学系之后 从编政学系转型到民族学系 他的领域其实扩大了很多 编政的话 你晓得他还是有他一定的一定的范畴 是基于一种 中国少数民族 对对少数民族 但是他成为民族学系以后 这其实包括台湾的 台湾的原住民议题等等 或者是广泛的民族议题 大家都可以放进来研究了吧 对 你什么时候开始关心到 这个移工的问题 因为刚才你有提到 在四星链电影系的时候 就已经从电影的题材里面触及到了 我们刚才聊天后才发现 我们其实有共同的朋友 因为他就是在以前 接触到灿烂时光 东南亚主题书店 然后他也到那边去帮过忙 我就跟他讲说 那我们刚好没访问过张正先生 也关心过这些类似的题材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触媒 对 人生有时候很有意思 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开始 会真正的把人生的方向定下来 有些人看起来是很早 可是那不一定是最稳定的 因为他很可能就是 根据他早期的选择 就一路走下去了 但也有些人是摇摇摆摆 晃了好几圈 最后选择了一个 他觉得最有感觉的 可是问题是你才大学 应该算是人生很年轻的时候 为什么对这个议题会特别的触动你 其实是那个时候 大概是2016年 那是我在世新的大一的时候 然后因为大一的课程 让我觉得比较无聊 所以我就在外面跑来跑去参加很多活动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读电影 是因为我想要拍纪录片 可是在进入学校之后 我却发现很多同学 他的志向是剧情片 或者是也有纪录片 但是老师常说 如果要增进你的电影 或者是剧本的能力 应该会要说故事 可是说故事需要有很多的累积 你可能需要去多看一点书 或者是多增加一些精力 多去听一些讲座 丰富你的知识 可是就是我看到的学校的同学们 大部分的眼光 比较局限在课堂里面 所以我就出去跑了很多活动 然后认识了灿烂时光书店 然后因为我很喜欢这间书店 还有他所倡议的移工议题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2016年 就开始在灿烂时光书店帮忙 好我们注意到这个江婉琪呢 其实也是透过媒体 联合报系有一个愿景工程 我想很多朋友 我们在我们节目当中 有时候也会介绍 他们的愿景工程所探讨的题材 当时在联合报系的愿景工程里面呢 有一篇文章叫做 外劳怎么都在直播 那这篇文章的作者呢 就是婉琪 这个篇文章呢 各位在想想外劳怎么都在直播 也就是说敏感的 非常敏锐的这个江婉琪的同学呢 他一定有一个嗅觉 就说这些在台湾的外劳朋友 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直播呢 好 那如果人同此心的话 那其实不意外 但是问题是再换一个角度来看 他们在台湾 他们是少数 他们是离乡背景 他们透过这个直播 要传递什么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所以甚至包括 我们就在前一阵子 我们的这个新型冠状肺炎 当时牵扯到一个非法的 就是落跑的这个外籍的移工 当他被这个找到 然后呢也送到医院去做隔离的检查的时候 大家还注意到他还在直播 对不对 他还在直播 所以就更加触及到说 我们怎么样去了解他们 所以我想请教你 就是当时联合报这个愿景工程 这篇文章是来龙去脉是怎样 就是这篇文章 其实是我在学校修一个政大新闻系的 方念轩老师的进阶采访写作课所写的文章 然后就是这篇文章的主题 其实我已经想蛮久了 就是三年前我第一次对移工直播这个题目感兴趣 然后因为上了这堂课 然后我也想要增进我写报道的技巧啊能力 所以我就去上了这堂课 然后这堂课也是跟联合报的愿景工程的老师 梁玉芳老师和钟正雄老师有合作 你现在讲到这几位 钟盛雄老师 钟盛雄 你现在讲到几位 包括你这个政大新闻系的 这都是我都是我们这种小的 都是这个阶段的朋友 好所以那我但是我要先回来 你刚才讲里源头还拉到三年前 对 你怎么会注意到外籍劳工直播 喜欢直播这件事情 那时候三年前我大概在台南 因为我休学一年 然后在台南的时候 我就跟朋友一起在台南公园白 东南亚的地板图书馆 然后那时候认识了一位 也对移工议题很感兴趣的台湾朋友 然后他就介绍给我一个移工直播的APP 它叫做BIGO LIFE BIGO LIFE 然后LIVE LIFE 对然后这个BIGO LIFE的直播APP 它在东南亚的地位就媲美于台湾的一期直播 或者是其他的主流的直播平台 所以台湾都可以看得到 上去找 对 BIGO LIFE BIGO LIFE世界各地都有它的站点 然后台湾也有台湾站的BIGO LIFE 可是很有趣的是在这个BIGO LIFE里面 我如果在台湾华开 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使用者 都是东南亚的外籍移工 尤其是印尼人和越南人 然后我就开始下载这个APP 开始看大家到底要直播什么 然后我发现很有趣的是 一开始我会看到 有很多家庭看护工啊 或者是工厂的移工 他们会在里面直播他们工作的日常 比如说现在是下午六点 可能就有看护工在帮雇主煮饭 然后他就会直播 他在厨房煮饭 然后这个BIGO LIFE的APP 他同时也可以交友 但是真正引发我兴趣的是 我常常在半夜一两点才睡觉 所以我有时候在这个时间点 打开那个APP的时候 所以发到还是在上面 对 而且他们大家都在直播自己睡觉 就是 然后我后来就想要理解 为什么大家都在这里直播自己睡觉 好 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触媒了 可是问题就是说 到底在这里面发现了什么呢 那使得姜婉琪就一直往外籍移工的 关切着这个礼商一直往前推了 马上回来 喔 优优独姑娘 enquoker 售らし 青天雨天每天 都想你 白天黑夜都要在一起 keyboard 有你 从此变得 尽脉 p party 我要大声的说我爱你 POP RADIO 是我扬起 就一起 一起在一起 好 我们对我们身边的很多事情 常常会视而不见 所谓的视而不见就是 你觉得你看习惯了 你就不见 你就不觉得它有什么特别 可是这往往也会流露出一种 我们看世界的心态了 看世界的心态 有时候会戴着一些眼镜 戴着一种颜色 你不自觉的 也许你不是故意的 但有些人可能真的就是故意的 但是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够真正看到这些 在台湾数量这么多的 所谓的外籍劳工 外籍移工 他们的生活世界 他们在想些什么呢 最近这几年 我觉得都很棒 台湾有很多的朋友 包括媒体的朋友 学术界的朋友 大家会用各种方式去努力 去了解他们 然后跟他们对话 让他们的世界 心灵的世界 能够得到更多台湾朋友的认识 其中我们今天访问的这位 非常年轻的江婉琦 还在政大念大学 他就已经涉及到这个领域了 好我们继续来跟婉琦来聊天 刚才你有特别提到说 透过Beagle Life的这样观察 通常他们这样子 传递日常里面的各种直播的讯息 其实我们也不用太意外 我们现在的脸书 很多不就是也是这样吗 吃喝拉撒 对不对 都公布给人家看 大家反而很开心 对 好但是你在外籍移工 他们的这个直播上面 有看到一个什么样子 比较属于他们的文化 或是他们特殊的一些想要传达的讯息吗 刚刚讲到我在Beagle Life上面看到大家都在睡觉 我就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 然后我后来继续提早一下我观看的时间 我就发现大家其实会在直播里面 形塑一种家庭 然后就是这个Beagle Life里面 很多人会一起构筑成一种家庭 其实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就是在台湾的外籍移工 他们会在直播圈里面 互到妈妈爸爸弟弟妹妹 就是我们像是一个 We are family 的感觉 对对对对 然后每一个家庭 他们都会有自己的直播间 然后也会帮每一个家庭 灌上一个大头铁 就是我一定会有一个大头铁的模板 然后我小时候有玩过风之谷 然后那个感觉就很像风之谷的工会 就是我如果是一个家庭的人 我会套上我的大头铁 我还会改名字 就是风之谷会改煞气A什么什么的 然后他们也会改 只是是印尼文 然后我后来就发现就是直播 它其实显示的是一种我在异乡 然后我想要跟人友连结 而且是同乡的人 的连结的一种管道 然后我在外劳怎么都在直播这篇文章里面 我就开始去追溯 移工为什么这么喜欢直播 因为我们真的很常看到移工在直播 或者是视讯 然后我一开始访问了很多人 然后很多人都跟我说 他直播是为了要告诉家人 或者是他的朋友们 他现在很OK很好 然后我就很怀疑说 真的是很好吗 然后就是我们的生活真的只有好的那一面吗 然后我就继续我的访问 后来我访问到一位印尼的姐姐 她叫做沙利妈妈 她也是跟她的朋友们都互称妈妈姐姐 然后沙利妈妈她访问的时候 她一直强调说她的雇主对她超好 然后她非常的守秩序 她不会乱来什么的 她直播雇主也都会知道 因为雇主希望她走出去一定要带上手机 然后我就觉得很疑惑 为什么她一定要强调雇主对她很好 他们合作关系很好呢 然后我就继续问下去 就是沙利妈妈说她每个礼拜一到每个礼拜五 之间通常每一天都需要带家里的长辈 照顾的长辈去看医生或是拿药 然后她的直播也通常发生在她走出门 然后推奶奶或阿公推轮椅的这段路途 然后我就觉得这一段直播的场景 很像是她走路的时候需要喘气的画面 就是我联想到沙利妈妈她跟我说她的雇主她很好 可是即使雇主对待再好 然后你们的合作很好 可是身为一个人 然后她在高密度的工作 她也是需要喘气的时候啊 所以我觉得沙利妈妈的直播很像是喘气 然后直播还有一种 你说喘息是喘息的时间吗 对对对 喘息的时间 就是稍微休息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工作或者是上课 也都需要下课下班的时间 然后另一种直播的功用是传递讯息 就是这篇文章其实有讲到 有一位姐姐她叫做小翠 小翠她是印尼移工 然后但是她对于劳资的讯息很有意识 然后她也跟印尼的办事处关系很好 所以她常常会帮忙她自己直播 然后帮忙传递一些最新的劳资讯息 然后如果有人有问题在工作上跟仲介跟老板发生纠纷就可以找她 然后这位小翠姐姐她在基隆当看护工 然后她每天晚上礼拜一礼拜三晚上七点到九点都会直播一个小时 然后观看人数非常的多 但是观看人数大部分都还是他们自己的移工圈里头的这些朋友们是不是 对 他们雇主会不会看 雇主 小翠的雇主是一位阿公 然后阿公蛮年长的大概九十几岁 可是阿公的身体硬朗 然后小翠他要直播的时候 他就会跟阿公说他要那个上课一下 所以你觉得这些直播基本上是他们一方面要传递他们这个一个讯息就是说 我很好 I'm OK 然后给他的这些在台湾的这些大家庭里面 他们这些观看观看某些人直播的这个大家庭 原来都不认识吗 是透过这种直播以后大家才相互建立感情 还是他们其实原来都相互的认识知道 就你的了解 应该有有些是原来认识 然后有些是在直播间或者是网络的社群媒体上认识的 那可是这种直播的时候因为他们只会直播自己吗 他也会直播他既然他直播他工作的场域 所以有时候也会牵扯到雇主 雇主的家被看到了 或者雇主的某些人可能被拍到了 应该会吧 对会 就是这个题目移工直播 其实也牵涉到雇主的隐私的问题 就是如果我是一个移工 然后我平常很喜欢直播 我势必可能会有拍到雇主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我照顾的阿公或阿嬷 他一定不知道我在直播嘛 然后我在文章就有举一个例子 是蔡雅婷我的配偶的例子 他也是灿烂时光书店的长工 然后他的家里也有一位印尼妹妹 然后照顾雅婷的阿嬷 然后雅婷很常在脸书上看到妹妹在直播 而且雅婷会在直播里面看到他阿嬷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一开始很震惊说 我的阿嬷怎么在你的直播镜头里面 可是他就会他会回想自己 就是他也会想说阿嬷住院的时候 其实雅婷也会偷偷拍阿嬷 然后在IG上面写一些自己的心情啊 还有很久没回家的心情 对 然后雅婷他也跟我分享说 他觉得妹妹拍到阿嬷 其实某种程度也显示了 很多人的直播镜头里面只会有自己 可是妹妹的直播镜头里面有阿嬷 是不是代表说他在意我阿嬷 所以才会拍他 然后雅婷透过脸书看到 妹妹的直播也可以看到阿嬷 其实某种程度上 他也可以透过直播相对的安心一点 因为看到阿嬷 现在还很健康 而且还在睡睡眠 好可是问题是 当你在观察这个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说 他会不会也引发出一些 这些移工们跟他们的雇主之间 可能会因为这个所谓的直播的 里面牵扯到的隐私 而发生一些争执呢 或者说可能会回过头来 让雇主感觉到不开心 那在你观察的现象里面 这问题将来会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或者说现在是不是就已经是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写出这篇文章之后 我有一个受访者 他就回头来问我说 隐私的这个问题 这位受访者是 文章里面有提到一位阿弟阿姨 他来台湾照顾一位生脏的朋友小杰 他们照顾11年了 然后他们的感情非常好 可是阿弟阿姨的直播里面 也会拍到这位生脏的朋友小杰 然后每次当阿弟阿姨直播 带小杰出去的时候 小杰的父母就会分享他的直播 可是同时小杰的手机也会一直叮叮叮 他的父母会传来讯息说 你现在到底在哪里 你在干嘛 你们在干嘛 然后后来小杰 他看到这篇文章之后 他就传讯息问了我隐私的这个问题 然后我就跟他说 其实这个问题目前我也没有答案 然后我确实是不会鼓励大家 多去侵害别人的肖像权 或是多去派他人 但是我们可以在这里想的是 那他直播的心情是什么 他直播的心情是不是 他也想要让同乡的人或家人 知道他现在在台湾的生活 过得怎么样 然后小杰就 他就跟我说 其实那个时候他也跟阿弟阿姨 沟通了非常久 就是小杰他现在习惯阿弟阿姨的直播了 可是他们是经过长久的沟通以来 才能有这样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移工和雇主 或者是被照顾者 最重要的还是沟通这件事 所以应该也有不少的移工 事实上他们是可能被他们的雇主禁止 说在工作的家里 或在家里或在工作的场合拍直播吧 对 应该是 也有 我相信这种案例一定不少 一定不少 好在我们线上的是江婉琪 他今天一次要告诉我们说 透过他自己 从电影系转到这个政大民族学系 然后关心移工在台湾的这个各种的处境 才是一个大学生而已 但他的观察面向已经拉得很开了 马上回来 在我们现场的是 政大民族系大三的学生 江婉琪 后来在院井工程的合作计划里面 你后来又写了一篇文章叫后继 从有提到这个外劳直播看疫情里面的移工处境 那后继你们看到什么样的处境呢 特别是有了疫情以后 有了疫情以后 比如说那一位第32例的确诊女移工 她是逃逸移工 就是无证移工 然后因为她的确诊这个事件 然后她的无证身份就被大家翻出来谈 然后政府那个时候就开始 拼了命的要查棄无证移工 可是这其实是一个 大家都把无证移工视为防疫漏洞 可是无证移工真的是这样吗 就是其实很多人没有深入的了解 无证移工他的原因 无证移工其实就是他在台湾 有一个工作的约 然后因为可能因为他的雇主 对他有劳力剥削或者是工作环境太辛苦 所以他就选择逃跑 然后淘宝也不是什么刑法上的滔天大罪 他只是想要换一份工作 然后被视为是无证移工 然后比如说这一位女移工 他是无证移工然后他确诊了 我那时候看到新闻的时候 在台湾的新闻播出他直播之前 其实我的脸书上的移工朋友 他们就疯狂转传 第32例确诊的新闻 然后也疯狂转传他直播的那个影片 然后在32例确诊之后 我脸书上的移工朋友们 他们每天都会发很多的文章说 我今天我照顾的阿嬷他疯狂咳嗽 我怎么办他是不是感染了 然后第32例的移工他确诊以后 其实很多移工朋友 他们自己都非常的担心 可是同时他们自己有压力的同时 外界却把矛头都指向这些移工 不管是无证移工 或者是他是合法的移工 看护工厂工 然后我有听过就是我的朋友 他说他有一位在工厂工作的移工朋友 然后因为这32例的确诊之后 工厂的很多老板都禁止 他工厂里面的移工外出出去玩 限制他的休假的时间 或者就是那种空余的娱乐的时间 都把他挡住了吗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 我们现在还可以出门去台北车站 或者是哪里稍微放松一下我们心情 尤其现在防疫 其实每天大家都很郁闷吧 应该会需要有一个空间 可以释放自己的压力 所以晚期等于提醒了我们 我们都需要 那何况是这些 在台湾辛苦工作的移工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是因为疫情的恐惧 而让雇主封锁了 或者是阻断了他们可以休息的时间 或者可以到外面来透透气的时间 这其实是一个议题 这是的确是一个议题 他会牵扯到我们对移工的人权 还有他的工作的 我反过来讲 他如果得不到休息的话 他也可能会产生他自己身理上 心理上的各个问题 其实到时候回过头来 也是对于他受雇的这个家庭来讲 或者是受雇的企业来说 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对 然后我觉得需要拿出来谈的 还有口罩这件事情 就是家庭看护工 移工 他其实在台湾 根本没有牢记法保障 他没有办法保障他的休假 或者是薪资等等 然后更何况 他需要出门买口罩这件事 就是我知道的很多移工朋友 因为没有办法再买到更多的口罩 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敢出门了 然后只能待在家里 然后有很多移工朋友跟我说 就是他们不敢出门 然后其实有一些 在印尼的确诊人数 还没有那么多之前 印尼政府其实有委托印尼办事处 然后透过一些团体去发送给 不能出门的移工口罩 可是在印尼的确诊人数 现在一直飙高之后 他们能够得到口罩的机会又更低 更少了 对 可是你写这篇文章出来以后 透过媒体这样传播出来以后 有引起台湾社会 包括我们的相关的 跟移工相关的一些 政府的主管机关的回应吗 你有没有听到或者看到 还是说没有 我觉得这篇文章出来的时间点 其实有一点玄妙 就是其实这是一篇准备很久 然后刚好在前阵子要上线的文章 然后刚好那天早上就遇到了 第32例女医工直播的新闻 然后我们就在晚上的时候 发出这篇文章 然后也是因为这个时间点 所以移工在直播和无证移工 这两个议题就在那段时间 很多人在讨论这件事 包括也一位人类学家赵恩杰 他也在苹果日报投书了 他自己对于直播的意见 然后同时直播之外 也有很多移工的团体 比如说TWA 台湾国际劳工协会 还有1095台中的一个 移工议题的团体 然后大家都拼命的在投书 希望政府可以减缓对于 无证移工的需要拼命 稽查的那个政策 因为其实这样 其实没有什么用 就是你拼命稽查 但其实只是让台湾的 照护的缺口更加的大 台湾的照护缺口非常的大 这其实很吊诡了 非常吊诡 为什么呢 因为需要紧急照顾 或者是需要长期照顾的一些家庭 他们其实大概都知道 缺工缺的很严重 因为缺工缺的很严重 所以就给了无证的移工 有很多中介的机会 那无证移工也不会突然间 跑到你的家里来 或跑到医院突然帮你工作 通常都表示他在他们跟你之间 还有很多中介的团体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 那整个的源头 如果你要解决的话 你光靠查记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因为你不回到问题的源头 回到问题的源头是因为 我曾经访问过一些学者 也接触过一些劳工团体 他们有谈这个话题 就说你应该回到无诏移工 为什么要逃跑 为什么脱离他工作的环境 要回到那个地方去解决 换句话说 我记得我在公共电视台的节目 主题之夜 有过一集国际的移工问题的 他们有讨论到在香港 他们有个案例 香港就采取了一个比较宽松的方式 就是说他让这些移工来到之后 如果觉得工作环境不理想 待遇各方面不理想 他们会透过中介团体 在帮你找新的东家 换句话说 就不像我们台湾 台湾是没有 不行 那不行 那你很可能就是 要不然就忍耐个几年 对不对 要不然你就选择逃跑 可是在香港 是在这两者中间 他有一个中介的机会 可以让你再去找东家 透过这个中介团体 那很多人就认为说 台湾应该要想办法 从这个角度 才可以减少 无造移工的数量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谈这个话题 也是告诉大家说 我们在看到 那个外籍移工 染疫 染疾 然后他 被送到医院 然后他又 直播 可能大家只是想到了 就是无造移工 会不会成为防疫的缺口 可是不要忘了 他们也是人 他们也有自我保护的意识 所以不应该是 把它假想成说 他们就完全无知 或者是完全与这个疫情 无干涉的 其实错 他们要是 他们也会保护自己 他们也应该保护自己 但是你用什么管道 让他们透过这个管道 可以知道说 他要保护自己的时候 他有办法取得口罩 他有办法取得 比较好的资讯 这才是关键 否则的话 我们那个时候讨论 的确像姜婉琦 婉琦所说的 很可能就流于 一种情绪上的 礼盲式的反应 就是什么问题来 我就直接反应 说那为什么不抓 为什么不进 可是问题是 以前也不是没有进过 没有去抓过 但是就是抓不完 进不了 那就要回到问题的 最源头去了 好在我们现场的是 姜婉琦 关心这些问题 这些年 你有没有会觉得说 自己也蛮寂寞的 我的意思是说 对你的同侪的 这个年龄来讲的话 真正把议题 会竟然关注到这里的 不多吧 不多 真的不多 因为这个必须要有 很好的一种社会意识 敏锐的感觉到说 为什么没有人关心他们 然后要让自己 你跟你的同学在聊 会跟你一般同学 聊这个话题吗 跟你年轻的 这一辈的朋友 聊这些话题吗 一般同学比较少 比较少 但会跟我身边的 几个好朋友聊 然后主要是 聊的比较多的 会跟书店的朋友 灿烂时光书店的朋友 就是 就是书店的朋友的话 我们会一起聊 移工议题 聊最新的新闻 比如说上次的 第32例的移工 我就和 报道里面的书店长工 雅婷聊蛮久的 他也跟我分享了很多 他家里的 印尼妹妹的故事 然后他也身为一个 一位雇主 跟我聊了很多 就是他觉得 也像是报道讲的那样 他觉得 其实我们看待 移工直播 或者是 其实根本上 就是移工的议题 这件事情 需要有更多的理解 和角度 好 自从这个 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这个问题 蔓延之后 我们现在台北市 已经禁止了吗 对 已经禁止了 对 好 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 我们晚安回来 就一起 一起在一起 好 我在我过去 在香港 我曾经在香港 看过 因为好几都去 都有这个机会看到 后来在台湾 在台北 当然各位都看到 台北车站 台北车站的室内大厅 都看到假日的时候 那种聚集的一片 外籍的移工 他们利用假日 所在那里聚会 那我在香港 跟在台北 我都曾经 有刻意的靠近 然后稍微来观察一下 理解一下 因为对我们 就学社会科学 做媒体来讲的话 你只有这样的机会 才会稍微注意一下 我有注意到说 其实他们 也非常简单 就是五六个人 四五个人 可能就一个小组 一个小组 去坐在 我在香港 曾经看过 他们就坐在 因为太挤了 他们只有从公园 带不进去 就挤到公园的外头 在路边 路桥下面 用纸箱 对的 用纸箱 或者路桥下面 它稍微可以 挡一点太阳 然后地上 铺一点布 或者是用纸箱 像你讲 然后自己带一些食物 然后几个人就在那边 然后你稍微 旁边这样子 走过去走过来 稍微听一下看一下 你可以感觉到 他们在那里 是很欢乐的 因为第一个放假 第二个 有几个朋友 几个他们自己的 可能是我在猜测 有些可能是同乡 之类的 大家在那边这样聊天 我只是好奇说 天哪 他们在那样场合里面 就待个一天 一整天 除非当然也可能 他们会中间有人空档 或者是有男女朋友 他们可能出去 别人走一走 玩一玩 可是经济消费的能力 还是一个考量 因为他们赚的钱 说实在 如果说在那边 外面找个餐厅 还到处跑看个电影 一天搞掉一两千块的话 对我们来说 那是非常大的负担 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最便宜的 就是这种做法 大家做一点食物 几个人在那边聊天 所以当我们看到 因为疫情的关系 整个台北车站 禁止民众席地而坐 等于也就剥夺了 他们在假日的时候 进到台北车站 那时候有冷气 空调 完全没有了 所以这时候 他们会往哪移动 就你所知 如果是台北的话 大家如果台北车站大厅 不能去 大家会去二八公园 或者是中正纪念堂 然后台北车站附近 其实有一个东山门 外面的小印尼街 然后它的地下街 Y27左右 也有一个小小的 印尼的小吃点的区域 那里是主要的 台北车站的移工社群 可是容纳不了那么多人吧 台北车站很大 那大厅是非常大的 所以而且第二个 它就算移到了 中正纪念堂这些地方 它二八公园 它是露天的几率大多了 所以那是要看天气好不好 万一碰到当天是下雨什么的 对他们这些移工的 的利休来讲 是很辛苦的 但是这种实体的接触 应该还是他们最渴望的吧 网路的接触 就像我们一样嘛 网路有很多便利 无远佛界 可是实体上面 能够接触到人 跟这些老朋友 亲人聚一聚 互相拥抱一下 然后聊聊天 这应该是他们最渴望的吧 对 就是我们每个礼拜天 在台北车站看到的移工啊 其实是非常少数能够放假的移工 然后比如说移工放假 如果他可以放假的话 他就会去火车站附近的移工社群 休假 然后跟朋友相聚 但其实我们在台北看到 我们的交通很方便啊 我们可以移工可以坐公车火车捷运 到达台北车站 然后如果是其他乡镇或者是县市的话 这些乡镇的县市也有移工渴望放假 但他们可能在一个寻常的百姓家 可能公车不一定可以有站牌在他们家门口 或者是他可能花在交通上的时间移动到一个大家 但大部分移工会去的地方他要花很长的时间 对 这个时候我之前有一个很有趣的观察是 在乡间的移工他们会有包车这件事情 因为交通不方便 然后比如说我是一位看护工 我就跟我的三五位好朋友 我们都住在公车站没有在我家前面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会找一位包车的台湾司机 然后我每次都跟他约他 每个礼拜天早上来我们三个姐妹家的家门口 载我去市区放假 然后在傍晚五六点的时候 载我们回家照顾阿公阿嬷这样 你用采用这种方式 对 所以在实体的这个接触上来讲 这些外籍的移工 他们会透过哪些实体的环境里面 然后来达到他们休闲娱乐的目的呢 大概 这样这是一种 就聚在一起 就是当大家终于到达了北车 或者是火车站附近的移工社群之后 其实我们看起来可能都是一群散散的人 各自有各自的区域 其实他们也有各自的社团 就是移工其实有很多的社团 我们所想象的到的都有 有写作的社团 有摄影的社团 也有直销的社团 其实你这样讲是对的 因为非常合理嘛 我们作为一般人 台湾人会怎样的 他们大概一定会也相应的也会怎样嘛 对对 只是说我们平常是会忽略这一块而已 对 然后除了社团之外 其实移工界也有非常多的活动 比如说印尼移工的话 不时就会在台北车站有印尼移工的选美 就是穿着印尼的传统服饰在选美 还有歌唱比赛 然后如果是菲律宾移工的话 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看过选美比赛 我没有看过 没有 就是菲律宾移工的话 选美比赛其实是菲律宾的国民运动 然后菲律宾移工也会把选美比赛带来台湾 比如说我就有在台南和新竹各看过一场选美比赛 然后那种选美比赛 他也办在礼拜天 因为移工可以休假 然后那些模特儿全部都是移工 可是他们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 他就不再只是一个移工了 他们也会刻意的就是完全用选美的那个规格来打扮自己 但是菲律宾的选美的规格 跟台湾的选美的规格有一点不一样 台湾我们的选美想象是那种静态的 我们就静静坐着 然后看他在走秀 可是菲律宾移工的选美非常的刺激 就是我在台南第一场看的菲律宾移工选美 就是亲友团也是移工 可能是厂工同事 他同事要来加油的 然后他们都会做一个很大型的加油的布条 然后上面就印他们的朋友的那个脸 然后写上他几号 他是什么名字这样 然后就在现场 移工朋友加油团就会超用力的尖叫 然后在台上的模特儿 他也不只是走秀而已 他要尽他所能的展现他最特别的一面 就是这个特别的一面是 我看过有的选美比赛他是泳装的 然后泳装的选美比赛女生会拿控犬水泼自己的身体 让他自己变得更加的有妇媚或者是妖娇蜜蜜 然后就是菲律宾人他很喜欢喷古龙水或香水 然后如果是男生的话 我有看到男生的模特儿他会拿古龙水亮拼在手上 然后他一边走秀一边对着观众喷 其实我觉得很有趣 这样听起来的话 他们这种选美的规模其实不小 对不对 规模是相当不小 那我的意思是说他既然不小的话 他如果没有一个他们自己的组织 在平常在那之前就做准备的话 你不可能说什么都不准备 当天就这样跑来吗 他之前很可能在一段时间以后 他就开始有组织的运作 甚至怎么样子来报名 报名之后那怎么样来排 替他们排列出当天的整个活动的时程表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热闹的活动 对就是台湾也有一些移工自己组成的组织 在办这些活动 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个角色 然后大家办这些活动 或者是参与社团参与选美成为观众的目的 其实都是因为我可以展现我自己 不再是一个移工劳工的身份 听到这一段 我不知道对各位来讲 有没有很大的感触跟启发 如果你是一个雇主的话 你到底知不知道 你所顾的外籍的移工 原来他们在私下或者在假日的时候 他们也渴望 也事实上也完成了这些 你大概很难以想象的 说不定你会觉得说 你家移工早上就冲忙出去 晚上又冲忙回来 但你不晓得 他原来是这一届选美的观众 对不对 非常可能是这样子 你以为说怎么可能 那我扣零 他给你看照片的时候 你才想说 真的 这是我家移工 好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样子讲 其实也就告诉大家 将心比心 怎么样去善待 怎么样去跟他们互动 跟他们沟通 你说不定会得到非常大的收获 因为很多的移工 藏龙卧虎 那他们说不定可以在工作之余 他也能够让你的家人感受到另外一种 来自于不同文化的一种文化的这种 接触上的触及 非常谢谢政大民族系的学生 江万奇 那他才大三 各位听听看 他所接触的工作 他所触及到的这个领域 是不是已经比很多的大人都要超越了呢 非常感谢江万奇带来的今天这一小时的话题 谢谢万奇 谢谢大家 继续努力了 像有机会我们再透过你来 让我们了解更多你所看到的移工文化 好 谢谢 5点到7点节目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 我是蔡时平 祝福大家